嘉颖十四日训征风吃醋闹出人命 一名华裔Grab电照车司机已卷入桃色纠纷 左午到按摩院找女子时和在场男子发生争执 双方大打出手后最终被殴置重伤毙命 警方事后逮捕六名男女 其中二人是华裔男子四名是越南籍按摩院女郎 他们今早已在谋杀罪名下被延扣七天 此案于左午三十五时分 在雪州嘉颖西米山永城花园一间按摩院店铺发生 死者何嘉豪三十岁来自霹雳太平 他被只涉及桃色纠纷 不过真正原因有待警方展开调查 嘉颖警区主任那莫查菲尔助理总监说 事发时死者在按摩院和在场员工 其肢体冲突后丢命 警方事后逮捕该六名男女 他们年龄介于23岁至64岁 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谋杀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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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